韩国人真是过得太惨了 不是阿珍今天还好吗 刚看到这个新闻啊 不知道该是什么滋味 这韩国人啊 现在过得真的是太惨了 因为他们现在出生率持续的降低 等于是少子化现象严重 大概有50%的韩国夫妇都不生海了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韩国的这个房价持续的上涨 导致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这个韩国国土部呢 他这应该叫国土交通部 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过去七八年间 这个韩国首都首尔的房价 大概涨了约八成 就涨了80% 那导致现在他这个房价平均一套房子 已经到了大概12点几亿韩元 也就是约合人民币大概650多万 650多万一套房 韩国以韩国现在家庭的这个收入来说 家庭啊 这个平均年收入来说 每一个家庭不吃不喝 大概要8.9年才能买一套房子 太惨了 这个数字呢远远低于日本和美国 日本其实也是少子化 也是老龄化 但是他的房子的价格相对比韩国呢 这个同样的这个位置相对便宜一些 所以他这个同样的条件 买这么一套房子 一个家庭的收入大概6.8年就可以了 而美国呢更短一些5年啊 所以这个韩国人啊 现在真的是苦不堪言啊 韩国的年轻人这个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啊 因为房子太贵了啊 那无独有偶呢 我就想到了这个那韩国的首都和这个北京啊 相比这个房价大概是什么样的 其实他这个房屋均价呀 600多万应该跟北京是差不多的 其实房价跟北京是类似的 北京大概平均一套房子啊 也要是600万左右 那按照去年的刚刚公布的这个 就是北京人均年收入啊 北京人均年收入也是全国领先的 大概是12万多 那我就算你一个家庭里头有两个人工作啊 两个人都是有工作的 两个人都能到平均数 那就是一年这个家庭的年数 大概是24万25万左右 就算25万吧 那买一套650万的房子呢 25万啊 那就需要20多年啊 而且呢 同样的这个收入情况下啊 我们的工作强度可能还要比韩国人是略大一些 所以确实韩国人现在过得挺惨 但是这个我同样作为首都的这个北京人啊 如果你想通过个人的储蓄啊 就两个人工作 一个家庭里两个人工作 不吃不喝攒钱啊 最少最少20多年 咱们不要比什么 那个那些其他地方啊 那个三线四线五线 咱们就比首都 那如果是其他地方 那可能有三四千的房价都有 但是其他地方的收入 它也会相应的低很多 那你毕竟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 那上海收入更高 那上海房价可能均价下来 比北京还要高一些啊 深圳更就是就更是 所以在同样的环境下啊 这边 我们这边啊 要 一个家庭啊 在这个首都置办上这么一套房子啊 相对来说难度就要更大 当然中国地大五国 你不在北京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啊 四五线城市啊 那什么吉西鹤港 还有三四万一套的房子啊 在这在北京可能连一瓶也都买不了 所以现在不就年轻 中国的年轻人啊 就就流行啊 到什么什么小地方啊 或者是什么偏远的四线五线的城市 或者一些旅游小城 买一套小房子直接就躺平了 那想想也是 如果你要是最后要是买一套几百万的房子 比如像北京买到六百多万的房子啊 你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啊 可能是半生啊 甚至是一生 那现在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年轻人会有这种躺平啊 我就干脆我就不折腾 我就离开你这里 所以本身这个大城市 应该是具有很强的向心力的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房价的问题啊 很多人没有办法在这里留下 因为真的买不起 那就只好离开 所以他的这个向心力 也就渐渐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强了 加上现在可能就业形势又不那么好 很多年轻人就最后就扛不住了 那就干脆啊 就离开这个大城市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